哈喽大家好,我是安征明 今天这期节目呢,我想跟大家聊聊天 因为最近我收到了特别多的私信 很多小伙伴都问我 你为什么还不润啊,你赶紧润吧 甚至还有一些热心的小伙伴 给我提供一些移民的信息和渠道的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大家 但是关于我为什么不润这个话题 其实我在之前的节目里边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第一个原因当然就是确实没有条件润 无论是经济条件,身体素质条件 还是满足发达国家移民政策的其他条件 我没有一个是符合的 当然了,只要我从现在开始加倍努力 早晚有一天是能够满足相应的条件的 就比如,凭我的能力 多找几份额外的工作肯定不是问题 那我多做几份工作 五年内攒出一笔钱来应该问题不大 但问题就在于我已经不想努力了 这就是第二个原因 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已经不想再为改变人生 或者改变未来做任何的尝试了 通俗来讲就是我已经躺平了 我知道,看到这儿肯定有很多小伙伴想要反驳我 诶,你这不是还在做自媒体吗 你这不是还在更新视频吗 你这也能叫躺平吗 的确,我看到YouTube上很多博主 都讨论过躺平这个问题 但是呢,可能因为他们全都生活在海外 对躺平多少还存在一点误解 尤其是对强国的躺平人存在一些误解 所以今天作为一个生活在强国内的 活体的躺平青年 我也想跟大家聊一聊躺平这个话题 聊一聊中式躺平 和外国的躺平有什么区别 其实啊,躺平这种生活方式由来已久 早在中国青年们纷纷躺平之前 日本呀,韩国呀 甚至大洋彼岸的美国人 就已经出现躺平的现象了 最典型的就是日本 我们都知道 日本是二战后经济发展最迅速的国家 在战后的40多年时间里 日本靠着美国的经济援助 零军费开支 再加上终身雇佣制 年工序列制 企业内工会等等 这些先进的企业管理方式 一夜之间就在战败的废墟上重新崛起 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可以说是实打实地缔造了一个经济奇迹 当时日本的年号是昭和 而当时的日本人呢 又都有一种热血漫画一样的奋斗精神 所以呢,被人称为昭和男儿 但是1989年 名人天皇继位之后 日本的年号就从昭和变成了平城 这个年号变了 时代面貌也发生了变化 日本的经济泡沫破裂 经济发展停滞不前 进入了失落的30年 而这失落的30年 正是日本的80后90后 纷纷踏入社会的时候 于是80后90后的日本青年就发现 社会跟他们之前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不但很难找到一份终身雇佣的工作 而且工资一直都停滞不前 由于付出再多努力 也难以提高生活水平 日本80后90后的年轻人们 就纷纷悟了 原来努力是没有用的 不如躺平 于是80后90后这一代日本年轻人 就被称为雾世代 他们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的打零工 甚至干脆不工作 平时呢就过着极低欲望的生活 不恋爱不旅行 而且由于当时日本的动漫游戏行业非常发达 很多人呢就沉浸在游戏漫画等娱乐消遣之中 成为了人们口中的平成废斋 同样的剧情也发生在了韩国 1953到1996年间 韩国的经济飞速发展 缔造了汉江奇迹 然而1997年发生了亚洲货币危机 严重冲击到了韩国的劳动力市场 使韩国的就业状况一夜之间迅速恶化 于是韩国的年轻人就进入了三抛时代 抛弃爱情 抛弃婚姻 抛弃生育 后来呢更是出现了五抛时代 七抛时代 十抛时代 乃至全抛时代 到了职业家庭 人际关系 梦想 健康 外貌 人生 乃至生命都可以抛弃的程度 有的小伙伴可能听说了 其实最近几年啊 美国也出现了一波躺平潮 美国人的躺平呢 主要有两种模式 一种叫安静离职 一种叫大生离职 不过安静离职并不是真的离职 而是指一个人不再追求工作业绩 不再追求生殖加薪了 只完成工作的最低需求 拒绝植物范畴以外的任何其他工作 简单来说就是消极代工 上班摸鱼 而大生离职呢 就是在安静离职的基础上更进一步 毫不隐瞒自己厌恶自己的工作 让包括雇主在内的所有人都知道 自己对这份工作特别不满意 或者干脆高调离职 在社交媒体上写小作文 昭告天下 那说到这儿 生活在墙内的小伙伴 应该已经反映过来了 美国的大生离职啊 其实就是中国现在流行的 00后整顿职场 可能有海外的小伙伴 还不知道什么是00后整顿职场 00后整顿职场 是墙内这两年 特别火的一个网络迷因 概括起来就是 准点下班 拒绝团建 敢于仲裁 怼天怼地 怼老板 一言不合就走人 就比如领导说 加班之后都先别走啊 开个会 00后就会直接问 有加班费吗 领导如果不回答 只说少废话 有重要的事要讲 00后就会怼 怎么不早点说呀 然后掏出一本劳动法 开始给老板谱法 那说到这儿 相信大家也发现了 躺平其实并不意味着 完全不工作 虽然也有一部分人 确实是连工作都不要了 比如平成废宅 五抛失贷 但大部分躺平族 其实并不是完全脱产的 在中国尤其是这样 那接下来呢 我就给海外的小伙伴们 简单介绍一下 中国年轻人躺平的现状 我们都知道 像美国日本这样的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社会福利体系 还是相对健全的 而且呢 还有很多民间组织 为社会底层人员 提供一些基础的物质保障 就比如 大家可能听说过一个叫 什么丁胖子金牌讲师的网红 它就是靠着在美国要饭火了 你会发现在美国是真的可以要到饭的 而且伙食居然还不错 并不是干水之类的东西 日本也一样 日本的社会福利保障有多好 相信大家都略有我耳闻 日本的低保 据说每个月能领到十多万日元 你在中国同时做两份全职工作 都不一定能赚到这么多钱 而且据我所知 日本好像也有一些 就是像美国那样的民间救助组织 可以发放一些免费的食品 但是这些福利保障 强国通通没有 所以强国人是很难在 完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 彻底躺平的 在强国 没有收入彻底躺平 只有一种情况 就是父母有稳定的收入 在家啃老 在喃闷着嘎大 躺平更主要的是这么几种模式 一是家里有房 把房子一卖 手上有个一两百万 组合投资一下 吃利息 二是趁着早年经济好的时候 攒下了一两百万 组合投资 吃利息 三呢 就是打零工 赚一点 花一点 四就是996了 是的 你没听错 在喃闷着嘎大 躺平是可以以996的方式出现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中国 养老主要靠子女 尤其是在农村 所以有相当一部分的中国父母 是需要靠子女来供养的 所以对于相当一部分中国年轻人 尤其是农村出来的年轻人来说 即使不买房 不买车 不结婚 不生孩子 把物质欲望降到最低 也需要996 来到中国大城市之后 你会发现很多年轻人都在996 但是相信我 他们真的不是在奋斗 他们只是在躺平 他们只是在做维持现状最低限度的工作 在此基础上就不会再继续努力了 就有点像美国的安静离职 我看到很多海外的博主都认为 中国年轻人躺平 不努力了 是因为觉得努力没有回报 但其实不是这样的 这就是我说的海外博主对中式躺平 存在误解的地方 努力不一定有回报 但不努力肯定没有回报 这是人人都知道的道理 大家其实都还相信 只要加倍的努力 还是有希望能买得起房 买得起车 结得起婚 生得起孩子的 大多数躺平的人 其实也都还有余力 让自己增加一点收入 但问题是 他们根本就不想要房子 不想要车子 不想结婚 不想要孩子 这所谓的中国梦 说实在的 你送我我都不想要 那我干嘛还要为了去实现 这所谓的中国梦而努力呢 我们这一代人 真的很多人都根本不知道 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因为学校根本不会引导学生 发现自己的专长和兴趣 更不会引导学生 找到属于自己的梦想 学校和社会 只会强行给你塞一个中国梦 这里的人从小到大 所有梦想和人生目标 都是被统一规划好的 都是被强塞的 所以有相当一部分人长大之后 失败上几次就不想再努力了 因为被强塞的梦想和人生目标 时不实现都无所谓 而到了上一代人眼里呢 就变成了 啊 这一代年轻人吃不了苦 一遇到挫折就放弃 但事实是 这些目标根本就不值得我去努力 好吗 对于那些有中国梦的人 像亮亮丽君那种 明明已经那么努力了 却还是那么窘迫 让人觉得很惨 但其实躺平人才是最惨的 以亮亮丽君为代表的那些人 他们还在努力 就说明他们心中还是有希望的 而且社会的主流舆论 也是站在他们一边的 但躺平人呢 不仅仅是对社会失望 更是对人生失望 躺平人要面对的 不仅仅是社会的种种问题 还要面对人生的无意义 生存的无意义 以及上一代人的误解 主流舆论的踏法 我可能还稍微好一点 因为我起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我起码还有梦想是吧 不是中国梦 而是我自己的梦想 有我自己的人生目标 但是长大之后呢 社会却用实际行动打脸了我 告诉我 你不能有个人的人生目标 你必须得把个人的理想 融入到党和国家的伟大事业中去 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所以我也陷入了 人生无意义 生存无意义的困境里边 我在政治抑郁那期视频里面 已经讲过了 所以我也躺平了 但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躺平的 大家到最后都是殊途同归 面对的都是同样的困境 同样无解的问题 但我并不认为 躺平是一种投降主义 更不认为躺平人是投降者 就像我之前在政治抑郁 那个视频里说的那样 活着越是没意义 我越要活下去 人生越是荒谬 我越要继续人生 国家越是想薅我 我越不动弹 谁给我打鸡鞋 我都由言不尽 即使不被理解 甚至被误解 我也窥然不懂 这几乎可以算是一种 英雄主义了 不是吗 好 那么关于躺平这个话题 大家有什么自己的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里面 跟我们分享 那以上呢 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安征铭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